大家好 应该是今天早晨吧 美国是今天早晨 有一个老师 是我 我在中国 几天前在中国出赛的时候 在桂林认得了一个老师 他转发了一个 据说是 浙江青天人 是山东人大代表 叫吴鹏飞的 写的关于特朗普 具体的很多 我会发给你们的 他怎么说呢 反正他说特朗普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伟大总统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一个伟大总统 一定要能够创造新支援的 一定要生活宽广的 暴露万象的 还有需要随身精神的 教化人心的 他说 中国人他就是 中国领导人就是能够 讲话 尤其他觉得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讲话 能照亮英语的世界 让中国人 让世界感到敬佩 让中国人感到骄傲 所以中国领导人可以 成为伟大的领导人 他讲了四两句 我呢 简单就是说一句话 他讲了很多 我这样说 我要举简单一个例子 通过是吗 连我昨天的微信 发那个视频 跟政治没关系 都是刚刚看美国政治 而且也是 也也尽没谈情感性 也没谈政治 没有一任何敏感点 我的假话 结果被封闭了 所有的直播 所有的微信网友都看不到 甚至封闭到什么程度 就只有我自己能看到 连美国的网友都看不到 他们问我怎么打不开 中国报了外相吗 中国宣言宽管吗 再大家知道 什么都封锁 你们看不到外国的 事情 关于中国的 OK 所以就这样 今天就谈到这 简单